大家好 我是姜瑞珠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空間裡面呢 是台北市的星光三月百貨的A9館的八樓 那我今天在這邊辦那個花藝展 那提到花藝為什麼我會突然做花藝呢 其實我從小大概二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住在日本 就會找那個花藝老師叫我們來叫插花 那個時候很流行那個日本的脂肪瘤 所以我跟我姊姊妹妹們大家都乖乖的 就坐在那個桌子前面 那覺得腳很累 很痠 跪著 然後學老師的那種 日本式很正統的花道 不過那個是一個開始 讓我開始覺得說 花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我媽媽常常也會帶我們去看一些花藝展 我媽媽很喜歡 主要是 所以呢 後來我做了室內設計以後 我常常就可以在我喜歡的空間裡面 或是客戶剛完成的房子裡面 就插一些花送給他們 那當然我後來就是 因為我有寫一些文章嘛 那我研究心靈的女朋友嘛 後來我又在我部落格裡面啊 就放了一些過去插過的花的作品 還有我設計的房子 那可能這次新貿三月的那個行銷的部門的人呢 企劃部門的人就看到這個作品 就跑來找我 找我來做一些花藝的展覽和設計 對啊 這是我覺得 那這次主要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秋天快到了嘛 所以在秋天啊 在台北的花博之前啊 開始一個 一個 等於做一個Announce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花博快開始囉 好 那現在呢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插了幾個作品裡面的其中一個 好多小的花博 好多小的花博